上一回咱们说到赵构去做人质 结果赵构被识破 这算是捡了一条命 赵构的好运 我跟你说这才刚刚开始 宋钦宗最后 是吧 毁约了 答应给金国的城市 最后不给了 宋钦宗的毁约 惹怒了金国 金国第二次大举入侵 金乌珠这一次带领着八千骑兵 作为先锋 蜿蜒宗旺带领着两万骑兵 作为主力 杀笨变凉 这个时候宋人又想起议和 谁去呢 没人敢去 竟然又是赵构 据说这个赵构这个人啊 长得很魁梧 和在金国就是当仁治那会儿 和那个金乌珠两个人处得不错 是朋友 在这个关键时刻赵构 再一次挺身而出 硬着头皮去金国 议和 就这么着 赵构离开了汴梁 哪知道赵构这一走 躲过了一场 踏天大祸 1125年 康王赵构去和金人一合 半路上遇到了宗泽 听从了宗泽的劝说 停在了巷州 准备在巷州组织军队和金人作战 岳飞的主官刘昊所部 现在都归康王赵构的旗下 岳飞这个时候遇到与康王赵构一起来的宗泽 此后一年多 岳飞就一直作为下级军官 在赵构手下带兵作战 也就是这个时期 宗泽发现了这个岳飞不简单 对岳飞宗泽非常赏识 还曾经将一部兵法 兵法的书给了岳飞 1126年 靖康之难爆发 第二年 1127年 康王赵构称帝 25岁啊 这个时候岳飞才25岁 25岁的岳飞怀着一腔报国热血 写了一封千言书 向皇帝禁言 立主北伐 要收复师弟 赢回二圣 原本啊 作为岳飞是康王的巷州的班底 是吧 岳飞现在应该虔诚似锦 这是赵构手下的嫡系 现在赵构当了皇帝 岳飞原本应该受到重用 可就是因为这封信 岳飞被取消军级 开除出军队 这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静康之难说起 宋徽宗啊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皇帝 这是个画家皇帝 他的工笔画啊 水准非常高 他的画马到现在都是一绝 他的水平有多高呢 如果他不是皇帝 他的画在现在也是国宝级的文物 他的书法就更是文明天下 他甚至啊 创造了一个书法体系 一个体叫做寿金体 非常好看 有机会你找来看看 是吧 这就是中又是一个中国历史上 干错了职业的皇帝 这艺术家从政 书法大师当皇帝 这就算是个教训 宋徽宗最露脸 宋徽宗这一生最露脸的就是 平灭了水泊梁山 彻底铲除了方辣 这帮汉匪 大宋朝其实在宋徽宗的手上 又重新走上了国泰民安的道路 可偏偏这个时候 辽国灭亡 金人跟着就打来了 上次金人打来的时候 宋徽宗带着高球和菜经跑了 结果惹得大臣们这一通骂呀 就是李刚他们这帮人骂的 在新皇帝宋亲宗面前 这一通告状啊 结果高球被贬关 菜经被发费 宋徽宗灰头土脸的回到了开封 可其实事后证明啊 这个宋徽宗其实是有远见的 宋徽宗跑对了 金国这是第二次进宫开封 宋徽宗这次没跑 结果呢宋徽宗和儿子宋亲宗一起都让金人给抓住 还不如跑了呢 说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金乌珠其实只带领了八千人 结果这一路势如破竹 先是与十五万宋军在黄河对峙 金乌珠命令人找来一堆羊 把这个羊倒挂起来 羊腿的后面的放一面鼓 就这么咚咚咚咚咚咚敲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一看 黄河对岸的宋军啊 以为金军的主力来了 全跑了 宋军当年就是这样保卫祖国的 等金乌珠到了开封城下 开封有十几万守军 结果不战而降 金军把老赵家宋氏宗族 在开封的人全抓走了 宋朝所有在开封的大臣 也都成了俘虏 被金国人带往北方 这就是靖康之难 北宋致辞灭亡 金国人其实就这样的胜利 其实金国人自己都没想到 就能取得这样轻易的胜利 胜利最后成了麻烦 金国人根本就没有管理 这么大国土的能力 就这点金人啊 根本就不够分的 金国最后只能够让汉人 来管理汉人 金国是把宋亲宗 当年派去做人质的 那个张帮昌 留下代理宋朝皇帝 然后呢 然后带着天文数字的金银珠宝 带着几万个俘虏 撤走了 宋朝的皇室 这就算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气 全被抓走了 对了也不是全部 是吧 有一个漏网的 对吧 康王赵构没有在汴州 他被宋亲宗派往金国去议和了 现在正在向州 康王赵构是走到半路上 遇到了宗泽 宗泽告诉康王 这金国你呀去不得 去了肯定就会被扣住 于是康王就在半路上停了下来 并且去了向州 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 金国已经到达 金兵已经到达了汴凉 皇帝现在都被抓走了 不但皇帝 所有的大臣 王子王孙都被抓走 赵家现在就剩下赵构了 于是宗泽保着赵构做了皇帝 这就是宋高宗 宋朝南宋 宋的开国皇帝 就在这个时候 你想想看 岳飞就在这时候上书 说要把抓走的皇帝夺回来 咱们不知道 岳飞想过没有 说将灰亲二弟啊 这要是接回来 现在的高宗赵构怎么办呢 谁是宋朝的皇帝呢 岳飞被开除 我跟你说 一点都不冤 这个年 这就给年轻人提出一个问题 是吧 找对你的位置 搞清楚你站在哪一队 岳飞是站错了队 他心中认为自己是大宋的人 可他站你本身是站在高宗的队伍里 所以他一张嘴就说错了 就说错了 年轻人嘛 爱表现自己 总觉得这个未来啊 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于是呢 急于表现 你连应该忠于谁都没有搞明白 你表的哪门子忠心呢 岳飞离开了军队 这是岳飞第二次投军和第二次离开 这一次是被迫的 这一年岳飞25岁 好了 这一回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我们继续